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特别来介绍这场音乐会 女高音迪尼斯与流声节庆学院团 从莫扎特到白老会的这场音乐会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这场音乐会呢 因为迪尼斯其实是这几年 非常夯的一个女高音 那最早的时期呢 她其实是比较在古乐 在这个地方红起来 她唱了很多韩德的女主角的角色 所以说熟悉古乐的朋友应该会很熟悉她 那在近几年呢 她开始跨逐就是比较跨界的东西 所以她开始唱一些音乐剧 那她唱的音乐剧呢 比较偏是我们所谓的古典的音乐剧 也就是比如说伯恩斯坦的作品 或者是说那个 Roger & Heimstein的这个 曾善美的这个时期的这个作品 那所以说她这次要来唱的呢 曲子呢很有趣 因为她的上满场呢 全部她是开莫扎特 就是说古典巴洛克的曲目 那莫扎特的这个永叹调呢 其实她唱的几首是 没有在这个歌剧里面出现的 也就是说所谓为了 歌剧而写的音乐会永叹调 或者说专门为了音乐会而写的 所以她虽然说是音乐会 她虽然说是歌曲呢 可是她的这个情感的表达方式呢 跟她的这个技巧 是很像歌剧永叹调的 然后一样有她的歌剧的这个 非常多情绪的内容 然后有很多的戏剧张力 所以譬如说像她这次要唱的一个 在那个唐乔旺年里面 全然可能你们在唐乔旺年里面 不会听到的这个Aria 其实这个Aria也是这个 Donna Elvira 这里面这个角色的 可是后来没有放到 这个歌剧的演出里面 可是这个永叹调单独的存在 那当然还有好几首是 专门为了音乐会而写的永叹调 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不太容易听到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在台湾 会听到的都是歌剧选串 就是如果说我们请 国外的这个声乐家来台湾的话 大部分如果开歌剧 他会开歌剧选串 所以很少会听到莫扎特 除了歌剧选 歌剧永叹调之外的音乐会永叹调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机会 因为他唱了好几首 想到多首 那当然还有很著名的 罗西尼的Una Voce Pocofai 也就是上次Donna Elvira 有来唱的这个 我听到一缕歌声 他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年轻的寡妇 罗西娜的这个很多的表情 然后跟很多的技巧 很多话唱的技巧 所以大家也可以同时 看看这两个版本 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有来上次的这个音乐会 你看这两个 表现上面有什么不同 那当然迪尼斯是比较偏古乐的 所以迪尼斯在这个演唱的技术 在花枪上面 会更为的这个更为清楚 更为那个风格上面 会有些些许的不同 这样子 那下面一场呢 他会唱很多的百老会的选串 但是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 现代的百老会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 悲惨世界啦 或者是这个rent 或者是这些wicked 这些东西 那他当然因为他是 还是声乐家 所以他还是演唱很多 我们说的古典的这个百老会 包括伯恩斯坦的这个 西层故事里面的这个 i feel pretty 就是我好漂亮 就是这个讲到这个 故事的女主角 这个玛利亚 头一次要参加五会前的心情 版本的非常漂亮 那还有我们很少听到的 Peter Pan 里面的 《今晚与我同梦》 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感人 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 那这个Peter Pan呢 跟这个 那个West Side Story 这两个可以说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非常注重 美国音乐剧的这个形式 那也是伯恩斯坦 特别写的这个东西 那Peter Pan基本上是很少演出 那但是因为今年是伯恩斯坦的 这个100岁的诞辰 所以说今年会有很多他的活动 Dennis本身是美国人 但是他是这个 斯里兰卡裔的美国人 也就是说他从很小的时候 就住在美国 可是他本身又是这个 又带有黑人血统 那所以他上品这些歌曲来说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味道